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真的有一天真的我感悟到了畅造的那种最核心的东西 我在古典哲学里面突然发现了一个造物的原理 我觉得就好比我就发现了提炼内功的武林秘籍一般 我从那天开始就预见到造物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工业设计这种方式 而是它有另外一种更强大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来自于道就是造物有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所有的创造的东西它都是有规律 有自然的这个法则所约束的 而这些道是最核心的 而道是不可言说的它是变化的 道来自于自然法则的演化的一个结果 而什么是自然 自然就是宇宙的总规律 而规律又可以解释成逻辑 而逻辑我们往往用数学的关系来定义它们 那么十年前我就推理出一个概念 就是自然造物的法则是由大自然数学逻辑构建的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 而终极的造物方法也必将是逻辑构建的 数学关系为基础的方式 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而我相信计算机造物是第三种造物方式 而不是临界于人造物或自然造物之间的 从那天开始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再把计算机当作一个工具 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自然 我尊重它 我尊重计算机的逻辑和关系 第二点我不再预设结果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可变的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结果 所有东西都是演化变化中的 所以尽可能做的是什么呢 展开这个可能性 让计算机的可能性我们要培养它 让它有更强大的展开更强大的演算能力 所以展开它的可能性 第三点创作不再以人为中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计算机有它的性格 有它的世界 我应该尊重它 我应该发现它 同时不再受文化边界的束缚 文化是有边界的 而计算机语言 我相信但凡是高等智能的生物都会发明计算机 来强化它们的智能 而计算机语言也许就是世界性的全球全宇宙的语言 所以它不受语言的不受文化的束缚 所以我在十年前就建造了我自己的一个设计哲学 而这个设计哲学一直指导我到今天 今年我们又把另外一个新的概念给展现出来 这也是计算机设计 或者说未来数字设计的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演化 这跟大自然一样 它是可以演化成无穷无尽的 I am a chair But not a normal chair I have a family But we are not the same I was born for you Only for you I am your chair A digital chair 所以我们创造了整一个新的物种 数字的物种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我觉得对我们中国设计师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因为我们可以 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新的设计方法 在数字化的时代 在计算机的时代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这个行业 而我们也将继续努力 把计算机 它的这种特有的创造力给激发出来 让它越来越超越我们的想象 幻化出无穷无尽的魅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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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